凤容地区农会今天在农会本部三楼会议室举行到米达人选拔赛 农会配合农粮署颁赠的优胜奖金 希望为凤林优质米建立国际曼城米的自由品牌 凤容地区农会12号上午办理到米达人竞赛 比赛项目包括外观、性状、品质规格及十位品质、十位新鲜度等 评比总分第一名84.59、第二名83.91、第三名79.60 由青农范斯玉所种植的台梗二号获得冠军 我们一系的四地四众的部分 我们现在推台梗二号四号、十六号到一世七 这么多的品种 我们每一次的经过竞赛、经过学习 说真的我们取决了几样的品种来当我们一个代表性的 我们推动的这个品牌 所以未来 说真的八年 正在完成了 未来的八年 也希望我们新的镇长能陪伴我们凤农地区农会 来一起照顾我们所有农民好不好 好 凤林镇长夏文龙表示 凤农地区农会近几年照顾农民相当的多 能够以高价收购农民的稻米 让农民辛苦之余 能够获得更好的回馈与照顾 农会是一个事业体 要跟外面的生意人来竞争 讲起来是相当不容易 要致富盈亏 不是我正工作 我正工作没有做事 钱也会天上掉下来 一定固定就会给你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也很感谢 我们农会里面的所有的功能 大家那么认真 还好我们农民 大家也相当的支持我们农会 让农会跟过期跟现在来讲 进步的相当多 大家说对不对 对 代表会主席林建平指出 目前在台北进行豆奶的行销记者会 看见农会的行销能力 也看见了凤林这块土地的正能量 未来也将会协助凤农地区农会 持续推广稻米的行销 老龄化 我们的少子化的关系 人口外领 留在没有地方的产业 所以说留在乡下的年轻人很辛苦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农会 以前的农会业务做中在新闻部 现在除了我们的稻米 我们的西瓜 我们所有属于凤林的农特产品 总看是一支很努力的 将我们凤林漫成的各类产品 一直积极的向外来宣传 为的是什么 为了就是把这个支品牌打响之后 我们的业绩场合 农会就可以做到弃作的面积增加 弃作的面积增加之后 它就可以做到保驾收购 要保障农民的潜力 凤农地区农会总干事黄荣和指出 农会目前的水稻种植面积 1000多公顷 经过竞赛挑选出的最佳稻米 也将作为漫成米来行销国际 打开凤林漫成米的知名度 与增加农民的收益 记者林杰 凤林郑采访报道 これは在找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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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